我们今天有一位863号 那是838等人的同医院的副理师 昨日再次裁剪并亲自确诊 副理桃园医院群聚感染风波持续延烧 疫情指挥中心18日又公布 该医院群聚再新增一例 案863副理师确诊 这也是这家医院从12日爆出首例医师确诊后 事发至今7天内 一共累计5名医护人员遭到感染确诊 案863这名新增确诊的护理师 在1月12日进行第一次裁剪 结果呈现阴性 不过到了14日 却出现鼻塞几何瘦症状 由于这名护理师先前被匡列为案856接触者 因此指挥中心在17日进行第二次裁剪 并在今天确诊 眼看院内群聚感染事件越演越烈 感染人数越来越多 指挥中心也决定采取六大防疫作为 来因应这次医院群聚感染的事件 包括指挥中心将直接派员进驻医院 成立前进指挥所 我们现在就先派这个 我们的医副会的叫我们应变组的副组长 王丁胜医师 确诊个案曾活动的病房也将关闭 会安排病房内病人一人一室进行隔离 等到病房清空消毒 裁剪确认安全后才会再度启用 另外也会要求清空相关楼层 区域将严格管制 安排专家进驻 知道协助医院的感染管制措施 同时也要求全院病患只进不出 取消探病制度 陪病也只限一人陪同 而且还要实名制 最后则要求医院加强宣导 院内员工若实自足健康管理 如果发现有轻微症状 就要第一时间通报 并回院就医 不能自行就医 除了针对医院加强防疫作为外 指挥中心近期也陆续扩大采检范围 今天也有了最新的进度 16日确诊案852护理师 他的三位家人 裁检结果都为阴性 其他76名接触者 有63名完成裁检 分别有62人阴性 一人还在检验中 诊所及药局 共7人全部为阴性 另外新匡列的两名诊所患者 及陪病家属 也裁检局为阴性 在医院有试习 是曾有接触的 经理裁检 目前在检验中 至于案839 教员扩大采检的76人 结果出炉 也都为阴性 17日确诊的案856 院内接触者 病患及陪病者 共45人 两名阴性 43人还在检验中 院内94名员工 也还在采检中 社区接触者中 案856的三名家人 采检结果为阴性 剩下的19名社区接触者 也都还在采检中 目前布立桃园医院内 一共有152名医院员工 进行14天 居家隔离 46人则是进行 自主健康管理 今天除了增加 一名医护人员遭到感染 在境外移入部分 也增加6名个案 新增6例的境外移入 分别来自 美国 英国 菲律宾及缅甸 耶识的国内 确诊者变成862人 其中有762人是境外移入 61人是本土病例